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明天大家要闭关嘛 本来是准备写奖金钢金 后来然后大家再闭黑关 但是呢因为时间太仓促 所以来不及奖金了 那就写奖金钢金的几句记者吧 就是一点重点 因为你们明天背着这黑关 将面对黑暗和饥饿 所以但是这个真的是你们着想的问题啊 因为只有人认为看不见 认为就是黑暗降临了 就是其实是在佛学里面 他都是一种 包括绝受也是空的 包括你看不见不代表说有黑暗 黑暗不会来的 只是你心里边 你只是眼睛对光的光谱的识别啊 眼睛看不见了 六根看不见 但是你的心是一个不应该受影响的 心里边就是光明跟黑暗只是两个像 黑暗是黑暗之光 只不过是你眼睛对光谱识别 那个光线就是识别不够了 或者是如果在星星上讲 在银河系讲 你只是对人力来讲 人力当他背对太阳的时候 他就黑暗来临了 只是人力一个定义而已 黑暗跟光明 只是人力的两个 头脑里边的两个像 不存在黑暗 其实是没有黑暗 光明一说的 你的心是永远能看得见的 这个就是 这个我们今天讲金刚经 慢慢大家会了解你们 所每天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里面 那么我们先看看金刚经 金刚经呢是佛学 大乘佛学里面 一个比较短的一个经典 但是它的位置比较重要 而且因为它短 就是五千多字吧 大概就是 所以很多人去读它 包括心经 很多人就开始 刚开始学习佛法愿意读 我们今天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人读过 所以大家有的人了解啊 金刚经 因为每个经典呢 大部分都是 他有弟子在奇问的 向佛陀奇问问题 然后佛陀去解答这个问题 那金刚经呢 也就是一开始 就是他的大弟子 虚菩提 问了佛陀一个问题 他是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说 这个 他问了一个说 我看原话啊 原话是 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怒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融合映柱 融合降伏其心 这是虚菩提大弟子 问佛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我们要发心去修正佛果的时候 想要求取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 就是说想要成佛的时候 那么发起这个求取佛果的心的时候 融合映柱 就是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安住我们的内心 就是说我们住在什么样的角度 就是是对的 卡道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安住我们的心 融合降伏其心 就是说 怎么样去降伏我们内心的不自在这些烦恼的东西 要怎么样去降伏 我们是很烦恼的嘛 还有一个就是相无其事 还有就是阿罗汉呢 很多的阿罗汉 当时就是很夜离这个世界 他们不愿意待在这个世界里 夜离肉体 夜离世界 很夜视啊 所以那他很夜视的时候 他怎么样能安住这个世界心菩萨道 因为这个世界对他没有吸引力 就是说他能够安住在这个世界心菩萨道 这个也是个问题 就是说 这是阿罗汉的烦恼 还有一些 那我们刚开始发现的一些菩萨呢 大部分都是说很杂乱很烦 经常这样我们怎么样来降伏这些东西 然后呢 我们通过一个什么方法呢 他让他安住来降伏这些东西 那佛就很简单 就是后面一系列的佛就开始答了 佛一开始就答 其实佛一开始说 三男子三女人 发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因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其实本身这已经是个答案了 因为对佛来讲 当一个佛陀坐在这的时候 就说他处在的那种状态 其实就是没有烦恼 没有就是安住的一个状态 一个空定的状态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了解的话 这一句你就OK了 如果一位三菩圆满的佛 坐在这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切入佛之间的话 这个如是已经够了 就是这样子 看过来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安住的 他就是降伏没有烦恼 了无挂碍的 心无挂碍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显然我们众生有些是挺没听懂 那么好下边佛就继续开始开始 就说怎么样 说啊 那徐菩提可能也没听懂说 那好吧 世宗你再说说吧 这个围然世宗 月乐月文啊 我想再提我们再听一下 那佛就开始破相了 整个金刚经都是在破相 因为我们 着相 这是佛学里面很重要的观点 着相 那么佛 从一开始破相就破了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一直破到佛相 阿罗汉相 菩萨相 佛相 佛法相 然后呢 时空相 我行过去行现在行未来行 一系列的整个金刚就把所有的相破完了 整个讲完了 当所有的相 所有的相破镜的时候 当然说 所有的相破镜的时候 你就安住了 也没有烦恼 就是这样啊 你就成道了 因为我们被相所执着的时候 执着所有的相 被相所迷惑 被静转的时候 你烦恼是不会断镜的 你不会安住的 你一定会很乱和烦 所以 你烦恼的起源是什么 为什么会啊 这个就是整个就是破相 那么我们今天呢 因为佛吧 这个 一开始一起 法 金刚经的 一开始呢 佛就讲了一个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就是说把这个 众生一开始起步的一些相 归纳成四个相 然后呢 我们今天就折重讲这四个相 你们凿的就四个相 然后看看啊 就是这样子 后面呢我们不讲 讲经呢 金刚经有很多组义本 很多人在讲金刚经 每个人讲的角度不一样 我只是我的角度 所以不要去对比说 我以前看过六祖师这样讲的 其他祖师也是那样讲的 那我只是一个角度 那是我的角度 那我从这样子去讲 大家看能不能破了相 就可以啊 好 其实我们是一个人啊 人力啊 我们人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如果把我们人比作一个电脑系统的话 人是一个很简单的系统 其实在本性里边我们是一个巨系统 像宇宙一样的广阔 但是对人本身来讲 人是一个很简单的系统 其实你们每天活在定义和概念里 你根本就没有活 你看看我们活在什么里边 其实上边你看看我后边写了这么三大版 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我发明的 这些东西我是从你们的头脑里读出来的 你们每天就这样 你们的头脑里边就是 这是你们脑子里每天想的东西 概念和定义 每天一大堆 这是我从你们的一念里边摘入了三分之一 抄在上面 看你们每天在想什么 就是你们每天在这修行 你们每天 你们就活在这些概念和定义里 每天就想着这些东西 然后不断的去定义 不断的执着 然后呢 然后定义了 然后又去对境去感受苦乐 然后再不断的再定义 重新定义 重新执着 然后不断排圆这样子 不断的轮回 然后你就说生活在这个人世界 其实就生活在自我的一个概念的定义里 我们每天就这样活着 你们就活在一个虚幻的概念里 这叫我们有时候把这个虚幻的概念定义叫头脑 但是其实如果是从电脑来讲 你就是个系统 而你这些虚幻的概念定 你知道后面这些东西是一念之间升起的吗 你的一念之间 你就包含这么多 知道吧 所有的信息却在法界 那所有的 其实 但是人的角度呢 我们是 我们是 只是 只能有三维 三维 从三维 只能看三维空间 很有限的 那么假如你是一个整个的系统 把你当做一个机器的话 你解答到什么程度 你解答到人力的 人力的系统解答到 它是有二元对立的一个概念 同时限起 到它一动念的时候 比如说 美 它一动念说 美这边就有个丑 同时限起 因为美是相对丑比较出来 它的潜意识里面 同时限起一个丑 它是二元对立系统 它同时有一个美个丑 同时限起来 然后只是 就像这个美个丑 就像一个手心一个手背一样 同时在它这个系统里限起来 而我们 人呢 他就因为执着于这一面 或者执着于这一面 然后就苦乐嘛 然后就抓取啊 取舍啊 分别 然后就去苦或者乐 我们只是解码这一面 或者解码这一面 我们只执着 就是我们解答到 我们就是一个系统 然后同时限起二元对立的两个面 上下左右 美丑 男女等等 对应的两个面 然后我们要看 有时候看手背 有时候看手心 看执着哪边了 看到手心的时候 我们就把手背变成潜意识了 就看不到了 我们解码手背的时候 就把手心的意识 变成了潜意识 其实我们是同时限制 就很简单 然后执着这个面 或者执着这个面 然后哭哭乐乐的每天生活 这就是我们生命存在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只能看到三维角度 而且是三维角度 而且是三维角度二元对立的面 来这个系统启用 我们看不到更多的东西 我们就是 我们这个系统很大 就是像法界一样 就是像宇宙一样 但是我们只解码三维和二元对立的面 就解码这么多 所以我们活在很很简单的很 就是说很笨拙的 执着的一些概念里面 跟定义里面 然后我们自以为是 自认为人力是很高等的 或者什么自以为是 这些东西 这些从中间这个概念里面 所有的 这就是你们开始学佛法里面 每天的定义 每天你们就想这些东西 因为没有其他 因为你们还有什么 每天活在这些概念里 每天焦虑的也罢 执着的也罢 或者是说的也罢 想的也罢 坐在那打坐的时候 就这些概念 这就是你们的世界啊 这就是我摘取了 抄了三分之一 因为太多了 我写不完太累 我们摆面有限 所以摘了三分之一 剩下再有三分之二 全部给你们抄出来 或者你们每天就活在 这些定义里面 概念里面 哭哭乐乐的 起厌着 绝授着 活在自我的世界 自我就是个概念定义 我从开始讲解 这是我怎么开始产生的 假如 我现在是假如 假如我们本来都是佛 你们学过法华经知道 假如我们本来都是佛呢 那么我们把这个佛性呢 我们佛法里面比作性海 就要自性的海 像一个巨大的海一样 我们叫性海 那性海呢 在佛学的定义是 无形无相 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的 你们的本性啊 这是一个比喻啊 写这要比喻着啊 当我们投胎的时候 我们生起一念 因为我们 我们会看到父母 我拿阴阳两个来去 拿阴阳来去看 一个代表父亲 一个代表母亲啊 这是个比喻 解淡的比喻啊 因为这样你们容易理解 当你看到父母的交合之相 知道吧 一个女的一个男的 一个齿的一个母的都可以啊 看到这个交合之相的话 我们生起一个念 知道吧 这一面是什么 就是说 或者是这个 这个也阴阳呢 代表父亲母血 平时我们说 我们是来自父亲母血 男子精子的结合 那我们就是这个 诗神 叫神诗也行啊 诗神 至于这个东西 是物质还是能量 我们先不去考究啊 那在于物质跟能量的定义了 因为 男子精子你也是看不见的 可能有些啊 男子啊 或者说什么细微镜下 能去检查 是个什么细胞啊 虫子等等啊 那是立马色 我们简单的说是 古时候是把它叫父亲母血 然后呢 再加一个神识 就形成我们的身体 那我看看我们怎么投胎的啊 我们看到父母啊 或者是这个交合之相的话 我们你知道 你知道你同时这一念 产生了什么吗 关于男女直接 述视所有 述视所有的图像 声音 情景 绝授 所有的一切 通通爆发 在这一念里边 还有 红音爱情的观点 看法 家庭夫妻的概念 嫌疑 偷情爱情 肌腹相亲的快感 本身在一念直接泄起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 当你在经历一个性行为 或者是在 跟一个女人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有这些东西 同时包含在你那一个行为里边 你肯定被他们所控的 所控的不是那个行为 而是这些定义概念 所以那一个行为里边 就代表好多好多 你投胎那一念里面 里面泄起的东西 有好的 有坏的 那一个行为里面 包含了 政府两个反 有的是坏的 有的是好的 这一念里面很多东西 是爱情 也许是邪影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还有绝手快感 统统在念头里面泄起 有记忆啊 记忆起来 回忆起来 一念皆泄起 绝不包括 生生世世 你生生世世 在这个 关于这个男女之间 师兄之间交合的 这一念之间 统统泄起 当这一念泄起时 你不是与父亲母学合为一起 不是说你偷偷了 就扑到那个父亲母学上了 不是这个 是 刹那之间你就是他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姓海 姓海 你知道姓海 包括所有的一切 全是姓海 这所有的一切像 全在姓海里 你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东西 父亲母学也在姓海里 明白了吗 你无处不在 你无处不在 当时在你的姓海里 父亲母亲 精子 乃子 神石 所有的东西 全在你的姓海里 在法界里面 你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是与他们合为一起 是当你这一念动的时候 你就是他们 而是刹那间 你就是他们 就像爷融于水一样 你死在轮回之中 刹那间就轮回了 你跟他们不是合一 是就是他们 所以这就是很难我们去 最后很难去剥离抽离的一个东西 你不是说离开这个精子来 不是那样的 是你就是他们 所以对于姓海本身来说 因为这所有的一个 都是一个巨大的系统 都是一个姓海 你是佛吗 你是如来的姓海 我先把如来比作佛 比作姓海 那么你先不要说 我是佛 为什么又迷了 先不要问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 为什么我要动念 我不会不动吗 再先不要 因为我先把有一个佛性 比作有姓海 我们先有一个佛性啊 是要来理解 意识层面对 那么这个姓海呢 它就一念起来 然后就出现了这些东西 就开始轮回 知道吧 那么其实对于姓海来说 投胎如海中泄起的波浪 它只是起个念头嘛 它就全部轮回了嘛 那等于海里面起个波浪 知道吧 所以你是整个姓海嘛 投胎是一个幻象 你没有投过它 知道吧 投胎变成一个幻象 那现在在这些不考虑啊 不考虑啊 这个这个 等等再讲啊 那现在我产生了 就是海里面有波浪了 新海有波浪 波浪 佛把它 比如说梦幻泡影吧 也行 比如说巨墨也行啊 什么打水泡也行 无所谓 啊 投胎本身就是个坏象 那我一产生其他象跟着产生 后边的就跟着来了啊 定义了啊 这个呢 这是 这是后边的讲的金刚经里边 佛 佛在回答这个 啊 问题的时候 呃 虚佛提问题的时候 先就告诉他 要破这四个象 所以如果菩萨有这些呃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的时候 那就不明为菩萨 然后说若见诸相 非相 即见如来啊 我们先从这个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我像 人像 那其实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我们解释 概念简单的了解一下 其实在 在你 如果是个系统 如果你是个 电脑系统 那么你的系统里面 储存的 就是这些信息 所以说我像 我像的概念定义 对你们来讲 因为你们学过佛 所以你们来讲 你是 储存的什么 你们每天会想什么 对佛的一系列概念 知道吧 佛是无形无相的 无所不在 神通寡大 所以你永远成不了佛 因为你变不成这个样子 因为它是你的概念知道 是你本身 就像你是个电脑 你的手机里面 本身系统里面 你本身系统已经有这个了 你怎么能变成这个信息本身呢 你就是这些东西 你怎么变呢 我告诉你 佛无心无相 无所不在 神通光大 佛无亮光 无亮寿 佛光普照 佛菩萨都慈悲 智慧圆满 这是你的定义 佛有时候也写愤怒相 有时候不慈悲的 这还比较不执着的 都这样想 说佛也成自信 道心如来等 哎呀 都挺有文化的 都这样想 佛有三十二相 他是水型好 你看 这是你的电脑储存 储存这样 我不找佛像 储存 我不找佛像 他找众生像 然后说 就是这样嘛 说 我本来是佛 他本来是呢 还又说嘛 然后说 是我迷了 你系统本身是佛 你说什么 你是女的 还每天抓在嘴上 我是个女的 我是个女的 谁不知道啊 那肯定你不是才这样叫的嘛 是吧 他系统本身 就是说跌倒嘛 就是系统本身里面 储存 你知道这些定义 是为了跟你交流用的吗 因为我要讲佛法 我怎么交流跟你说话呢 但是在系统里面 你不能这不能定义这些东西 这叫法相 你知道吗 理藏跟法相吗 我不找佛像 我本来是佛 只是你了 佛无法定义 无形无形 不知佛是什么 不能说 不可说 不可说 就是有些人物足高深啊 不可说不可说 就是这种系统的电脑 人家这种系统的电脑 不知道是啥电脑 比拼搏还卸进 所以这种佛是空性 空性不是虚空 等等对空性的了解 这就是你系统里面 你们目前储存的信息 我给你们抄出来的啊 我是看了你们头脑里边的 左边的信息抄出来这边 右边的信息在这边 直接翻过来的啊 我由附近蒙血 以神识组成 你对自身的定义 我是来自于这个的啊 我有身心 及掩耳鼻舌身影 我有身体和心 对自我的定义啊 我有觉受 受神机控制 我必提牵引 我是控制不了我的觉受的 这就是电脑的信息 你们储存的 我的意识是无行无效的 散乱无法控制 控制他 有人控制虚空 哇 好高深的阶底哦 是控制虚空 不可以控制的啊 我空了 然后还有一说 我杂乱了 我定了 我要发心 求取无上证的证据 我及功德 你看始终有个我嘛 嗯 我快成道了 我在到位上 你在国位上 比较比较吧 是吧 我是有病的 我今天不舒服 就像我刚才那样 我穷没钱 穷跟没钱还有关系啊 我穷没钱 我贵我贱 我有智慧 有才华我美我仇 我是 我当大官啊 我当什么 这都是人道的执着了啊 就是很渺小的 还有什么 所有人都喜欢我了 哎呀 这自烈行为了 还有没人会爱我了 这自卑行为了 基督自卑 然后说 我又看去吃卖鱼 这个这个比较尊肯甚至 然后说 我痛苦愤怒 无聊无助 我受伤了 我失败了 我是个邪恶的 我善良等等 就是你们每天脑子里转着这些 或者我爱他 我不爱他 我爱你 等等等等 就这样子想来想去的嘛 就 就是电脑信息嘛 明天就想这些 就啊 然后这我 我把它 简单的分离到我项里边啊 就因为 因为我跟我的有关的 我就画在我项里边 你还乱想什么 这个人像啊 这个人像啊 这个 你们说人像 可能你们不太了解啊 我愁迷了一下 但是说鸟样子 你们可能就想想一点啊 鸟是那样的是吧 但是说人像 你们可能自己是人 经常不照戒指 照戒指也很自我 所以不知道人样子是啥样 人像呢 一般就是人样嘛 就是说人样是胎生的 你不是懒生嘛 是胎生的嘛 有身体加意识了 高等动物拥有道德底线了 现在也不知道了 是吧 还有说人分男女 自己认为人分男女 人有善恶之风 人有寿命长短 人对此 就是人对此世界的种种认知 也在人像里边吧 你比如时间的空间了 今天是晚上了 七点了 几点了 这些也是嘛 还有说人呢 凭六根推断事物啊 认识事物啊 这些都是啊 人狠他吃饱还伤害其他动物 这是其他动物到对你们说的啊 因为 我在带路你们信息的时候 有个动物跟我说人很贪 对你们的定义 说是吃饱了还是喝饱了 还有一个动物跟我说人没翅膀 哎呀我说这倒也是 这是他们认知啊 说人的六根有局限性没有翅膀 你看人家有翅膀的就小瞧你没翅膀 这就是人像啊 什么样子嘛 人家动物就这样认为我们的啊 还有众生想 你脑子里也是这样 是吧 自己乱想 还有众生想 众生呢 众生有什么 在金刚经历里面众生啊 佛说 有胎生 胎生 失生 化生 哎呀我就站起来吧 这个 这个有众生呢 揽生胎生 失生化生 有色无色 有小无小 非有 非有小 非无小 这个以后讲金刚经历 就是说 有这么多种类的众生啊 就是说众生分很多种 那 那我们认为呢 众生是分布在三界六道的啊 有这种概念啊 然后呢 菩萨们呢 因为你是金刚经历 要法性菩萨 我要 那我要成就无上 这样的 我要普度众生 然后众生像 就是我众生 跟我是一体的 众生像 就我像 这都是菩萨样 就是听什么 我们说鸟样啊 什么的 就就 这菩萨样子嘛 那着像的样子啊 你就不要着他的像啊 他又说 佛样就是说 没众生可度 这是佛样 说是无众生可度 就这样子 然后菩萨样 还有说我爱众生 我也众生是一起的 等等啊 这都是 我 我 我还在那儿 然后呢 脑子里想这些 这都是想出来 这还没成 没成到啊 这不是 这边呢 瘦子像是什么 就是金刚经概念里边 瘦子像就说 瘦子呢 就是说他就是对 时空有一个认知啊 人啊 就是然后有一起生命的终止像 就说 我这一辈子活了几天 几年 你这一辈子活了几年 比如说 我有三 活了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生命的终止嘛 就是瘦子 然后说 然后他就认为 因为众生是都是有生死的 有一个终止的 这都是错误的观点啊 这是错觉啊 生命的 还有呢 有一些比较 就是 懂 懂 好像很高深的人 会乱想说生命在呼吸之间 是吧 我们就很高明嘛 我就说呼吸之间 就是一生一世 是吧 然后说生命是一条不死的长河 我也经常 我不是经常这样说 我们是 合的一段嘛 是生 不要在脑子里面 切记着啊 生命是一条不死的长河 你如果只是记在概念里边的话 你会死的哦 然后呢 生命有旦夕祸福 这也是你们经常走向的啊 我希望长寿 我希望长生不老 我不会死 那嘛 这就是 这就是这四个像 你们看金刚经不停的说 如果有我像 仁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即不明为菩萨 不能成道 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里边有我像 我像来了 全来了 知道吧 这就是你们每天想的 每天在念头里 每天就想的 你不能不想 这就是我像 这所有的在后边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罗汉像 佛像 菩萨像 法像 理障 全部出现 就是我们在头脑里边 这边有写的说啊 假如把我们比作一个电脑系统 我们人力在人道之了之了三维司空 在认知上 在认知上 系统的用作上 系统对内外境 一起念 系统同时出现二元对立的图像 声音绝受的境界 任何有我的定义和境界都是二元对立的 你只要那个我在哪儿都是 所有的境界都会是二元对立的 如果有离去 在前一时钟 这肯定是我来过 那才你有个离去嘛 那 就是说 有上前一时钟 就有下的比较 你才说我在上边 你在下边 只是人力一般只能解码 关注的一个面 解码手心或者手背 要回归系统本源去将一切清零 所有的项都不能找 后边那些 找任何一个项你都不能清零 你要回归本源嘛 回归这个本源 信海 所有的项都得破 怎么破 你说我要一个一个破项 这啥时候破完 这才是三分之一 这我还是比喻啊 就很少的一部分 从你们脑子里 汲取出来的信息 那你要回归这个本源头 怎么破项 你停止过想没有 你有没有不生一念 是不是啊 每天每天就这么想的啊 要回归系统本源去将一切清零 对另外一件的定义是从系统齐取第一 其实你所有的定义 那信海里边也是从系统齐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系统就是信海啊 你就是这个信海啊 不要认为你是任何一个系统 你是一个像信海一样大巨大的系统 就像电脑一样大系统 你的所有定义都是从系统齐取出来定义出来的 所有 比如我定义过于或者什么 并不是过于是真实是那样 是我定义出他是那样 所以你可能定义他是那样 你可能定义 所以每个人定义不同 对过于的定义不同啊 所以我们呃 从系统齐取定义的每个人都不同 然后在这个定义中 在分别执着定义 在这个定义中 在故意是这样的 好 我喜欢 我不喜欢 或者是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 然后再不断的再分别 再执着再定义 然后呢 就不断的拍援 在佛学里面叫 这样就滚来滚去 不断的援啊 援身援面 不断的拍援 不能活在真实之中 我们活在头脑里 就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啊 你每天就活在这个三维时空 被力面里边 活在你的头脑 这就是全部的自我世界 自我世界就这么解答到 就这些概念的信息 然后你 最让你纠结的就是一个绝授 但绝授也空 五用皆空嘛 只是绝授是个记忆 你知道吗 清零就去除系统本身 你知道清零是什么 去除整个系统本身 因为这个整个都是信害 直到我一开始告诉你们说 我们的佛性本身是 假如把它比作信害 我们有一个本源 我们从本源起念 好来了 这就后台发生了 但是你知道吗 你要清零的话 到要成道 是把整个系统伏跌掉 所以信害也要伏跌掉 翻回来了之后 这块就是错的 你没有一个 没起过这一念 你没动过 这就是证完了 翻回来要证这一块 你根本就没 这一念你没有动过 这就是到八点以后 破了什么 无名一动 我们来 我们来了说 宇宙说我大爆炸产生的 就得于这一念 我没有这一念 宇宙没有爆炸过 我没动过 好 如果没有这一念 伏定了 信害就伏定了 知道吧 本源也伏定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 问我那个问题 我是佛 为什么我会动到一年 因为这两个是我讲 给你讲法 带的假设和比喻 知道吧 所以没有 我们把这个叫法身佛 把这些像叫化身佛 所以没有法身 没有化身 没有报身佛 不要着想 你才能真正成道 全部复定了 这边呢 清灵及驱途系统本身 全部去掉 由我即使不起念 就是说 你说我现在知道了 我脑子里就一大堆这些念头 我每天就这样想 我停下来不起念 好 但是你有一个我 你即使坐在这 你说我不起念了 系统也会有一念 你会有一个念头 说我没有念头 就有这样一个念头 我不在 什么也不想 这一念是停不下来的 因为有我在 我不起念了 那么好 余子相对应的境界和信心 已经产生了 所以系统还没有摧毁 系统不摧毁 你是不能成道的 还有说 所以这样说呢 所以说 为什么说正道 无法无法用头脑来思量分别 因为你有头脑就是用自我来思量分别 因为头脑就是这一大堆 你有这一大堆来思量分别 佛的定义 你是没有办法成道的 所以最终佛告诉你 不可说不可说 就是指的这些 因为你不可能通通过语言来成道 通过大脑的分析判断推理来成道 因为整个系统 你的推理判断 所有的一切都在系统里边 所以就是这样说 系统无法去掉系统本身 就像你们电脑手机上 有时候你清理一个信息 它会告诉你这是系统本身携带的 你不可以清去 就是这样 你是不可能就是用你的头脑 头脑是系统本身知道吧 它不可能去除系统本身 所以无法成道 所以佛学的最后告诉你说 所有的你的思量分别 不在意识里边成道就是这个概念 即使我们修定也并非是零状态 定也不是清零 遇是零状态 但修定可以开启一些东西 打开我们进入这个系统的门 进这个系统 让他开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符定 如果没有定 我们是不知道 这个是假的 这个也是假的 我们是不知道这些的 佛陀是用定来进入的 进入这个巨大系统的 回归这个巨大系统的一个 零件点 定能开启智慧 定不可能让你成道 但定能开启智慧 这种智慧可以让你成道 知道了 这种智慧可以让你摧毁自我的系统 整个系统全部摧毁 一有散乱一只小 定也是有二元对立的 因为有定 你有个散乱你才知道你定了 他是有我的 知道了 而整个系统怎么样摧毁性海 性海是无形无相 无处不在的 怎么摧毁 当你不着相的时候 你知道相是什么 所有的相都是海里边的浪花 如果浪花不存在了 海会存在吗 明白了 因为你的海是用无数多多的浪花组成的 就是由相组成的 明白了 当你在对所有的相都迫近的时候 不再着相的时候 海不存在 性海不存在 所以佛像 众生像 所有的一切相 全部破尽了 才把佛像也破尽了 这个时候你就正到了 成道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最后要翻回来 破法身指 这是法身指 这就是整个成道的过程 其实最快的就是 破尽这些像 看见了吗 你们头脑里边 这就是 其实你们也没多少像 就一念直接出来这么多嘛 不执着 不纠结就行了 好 有个方法就是佛学里边 最重要的 怎么破 安住于中道 就是说我们 一开始起步的时候 怎么样来去破这些像 这么多 抓不住 摸不倒 不停的 不停的 不停的画动 好 佛学里边有个概念 就是让你的心 你知道 我们是从哪儿 起步修行的吗 你不是外星人 你是地球人 知道吧 地球人是 从三维 二元对立中 入元觉的 因为你只有这个本事 就是只能看三维 只能从二元对立中 你看不了更多 那么你要成道 只能从这里边去 进入佛的圆觉性海 进入佛的圆觉境界 所以 我们就从三维 一个二元对立这个状态 来设立中道法门 就是龙树菩萨的中路 你们看过 就是有个中道法 中观 中道 中道就是佛学里边 很重要的修行的 心安住的状态 因为中观是相对于人力 设置的一个方法 因为人力只能从三元 每个月对立中 进入佛 去成道 所以它是相对于人力 所有的法门 都是人憋出来的 所以不要执着 不要迷信 所有的佛法 也是针对人力设置的 所以我破相 就一开始 就是让你们 安住与中道 净所有相 就是说破尽所有相 你要知道 一切皆由信害所限 就是说 安住与中道 这一切都是信害里边的 浪化 你没有着过想 然后呢 安住与中道 中道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 假如我们坐在这 我们开始散乱 当我们散乱的时候 我们就定义 我们是散乱的 其实有一个安静在这边 就是说你的系统 是同时泄起俩边的 只是你定义了散乱 那个安静就不写 不解码了 你看不见了就等于没有 但安静跟散乱 但是同时就像手心手背一样 在你系统里同时呈现出来 知道吗 那么你坐在这 既不定义散乱 也不定义安静 你坐在这 同时看手心手背 你旁观 哦 散乱来临的时候 有一个宁静在这边记着 那么这两个都是两个像 就是浪花 知道吗 你不找这些浪花吗 你坐在这个安静的 你能让你的心安住在安静的散乱中间 这是个很牵强的 很别角的一个比喻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中间可做 但是呢 你不找散乱的像 也不找明静的像的时候 你就叫中道 你的心安住的那个别 我们起个名字 就叫中间中道 但是真正的佛的中道到最后是什么 破尽所有的像 你才入中道 这叫中道 把所有的像没有了 你才在中间 在法界 你是宇宙的中心 就OK了 所以你们明天闭关的时候 黑暗光明 看见了吧 既不着黑暗 也不着光明 坐在中间 如如不动 知道吧 意念呢 尽量的守在海底楼 因为知道 知道为什么海底楼 我们来自于 附近 我们是 这个根 这一块 从三维 为什么我们会在三维 二元对立中写像 我们现在是活在三维 跟二元对立的写像的 我们有很大原因 我们从这开始 就是说假如我们演电影 这是个开头 我们这个电影的开头在这 那么如果我们最着像的就是 就是交合之下 所以你的一般性能量就是海底楼啊 性能量 遇海啊 就是遇海的波动 对整个影响很大 就是说遇海 海底楼就是性啊 就是银根动荡啊 导致整个的性海摇动 不能入定啊 不能静下来 并不是他是个外恶不舍的 不是 是他一摇动 整个都摇动啊 耕机摇动了嘛 所以 按住于海底楼 不动银根 知道吧 不要动 然后去 按住于中道 等待 只能是等 不要用你的头脑去探寻等 所有的一切都会解脱 就是说 这些像 它就是个泡沫 你知道 你只需要等一段时间 等的做过程中 有忍受 知道吧 因为 忍受 身上的 痠麻疼脏痛 绝受 尤其绝受是很难忍的 我很想做点什么事 或者是 麻 疼 障碍 所有的东西都是里边的泡沫 都是海浪 你就把它当成 你是性海里边的浪花 又多浪花起来了 又多浪花起来了 你不理它 你就安住在那 慢慢的风平浪静了 慢慢的海水 当浪花越来越少的时候 没有的时候 海水也不存在啊 你知道你就进入了空性 知道吧 先从这儿入门开始 当然说里边可能将来会遇到很多问题 但很简单 基本上就这些 因为我们是很简单的系统 其实我们系统很复杂 是成佛以后的事 对我们现在来讲 人力的系统很简单 就是脑子的系统很简单 就是二元 二元三维嘛 这么简单 嗯 只要你不 不想后边这一大堆 不要在黑棺里边想出这一大堆来就行 我今天全给抄出来了 你们看完就不用想了 就这样 就是每天想 就是不管是佛啊 佛的概念定义也吧 还有什么 但是对 对很多外境啊 有时候牵引啊 或者角色啊 我们从不定义开始 不弃定义 你就才不分别嘛 有时候女的 喜欢不喜欢 亮不亮 美不美 马上就定义出来了嘛 分别就嘛 你连她女的都不定义 她能 你能亮不亮 你就 你就开始模糊了 我会退了 就是一个不定义 按住 银根不动 按住在这 实实的按住在这儿 中脉银根不动 坐在这儿 心还不动 慢慢的等待 中间有什么就忍受 快忍 快忍 忍着一下 有没有死 可以了吗 看到了 这就是金刚精 脱完了 不是金刚精就是破像的 因为 但是佛说的比较 就是那种 但是从我们来讲 就是所有的像嘛 这是最基本的 也有一些翻译的经典 把我们的像归归 大文 七像八像 这个是四像嘛 我像的像 因为你们要看金刚精里边 我像的像受着像 众生像出现了很多次 这个就是 有时候大家说 什么叫受着像 因为可能语言上的翻译啊 那个时候就 人们很容易理解 我们现在就不太容易理解 就是一个生命的宗旨嘛 就是一个一气生命的宗旨嘛 我们都喜欢长生不老啊 长生这样 就是找这些时空的像啊 所有的 其实我们整个修正 因为 所有的列出来的这些像是 针对于我们修道用的 因为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大家在脑海里泄气的 大部分能够影响你们 大部分都是 差不多都是这些概念 这些概念给定义 储藏在你的系统里 就是说你这个手机里 储藏着这么多东西 每天每天 一年之间 感觉不停地想 不停地想 不停地想 你要不停地想 你就成不了道 我告诉你 因为你就是 不停地有浪花 不停地有浪花 自我一直在那 你要定下来 就不再想了 反正这些东西 你知道就行了 知道了 放下 去修 负责做点 不能想 就不要再想 定义它了 这都是 佛陀 为了跟我们交流那些佛啊 什么是什么样子啊 因为否则你不学佛嘛 是不是 告诉你佛有那么多好处 你就来了嘛 知道了 你就去修吧 那些东西跟你没关系 那这是概念 知道吧 而且 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念头 我一念之间 从你们里面 盗取了这些信息 我把它写在上面 我的念头已经消失了 所以黑白上的字没有 你们要找这些文字像 就又找了 我 当我的念头落下的时候 这些字对我已经不存在了 知道吗 只是我的一个念 我活在哪一个念里 抄出来的 那个念已经灭了 对我已经灭了 知道吗 所以这些文字不存在 所以这就是佛 到最后告诉他的弟子 不要找法相 然后他跟弟子们说 我49年没说一个字 所有的字都是概念 定义 全部从脑海中清零 知道吧 当然这个清零不是你 按这个就可以的 按住在中道来清零 按住在中道 迎歌不动 辱辱不动 按住在那承受绝受 就OK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再聊聊明天闭关的事 金刚经以后还会一评一评再讲 继续学 所以今天就简单的说一下 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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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